第三個飲品 好,來 我們喝了兩杯 大家更清醒 淋得上頭髮已經開始有點蓬鬆了 來,第三杯,我們喝什麼? 因為頭兩杯都很refreshing 我們喝杯好像apparity style 就這樣會顯示一下 老師,他想問 apparity是什麼? apparity通常是一些比較酷的 有很多香薄味的 Cocktail Amaru 是一個集 哦,OK 可能會有種草藥味 帶少許苦 可能是火 但... 有很多歐洲做的 你的感覺其實有很多apparity 一開始做是有少許藥用的 這樣的idea 只不過現在拿來做Cocktail 其實這些Cocktail 是不是都是有少許 我不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 不會吧 不過最近 譬如,我知道中環有間飲品的酒吧 他們好像一個藥房一樣 他們就去酒吧 然後他們穿了白衣服 醫生的白衣服 他們好像是醫生一樣 他們說這杯瓶是有這樣的可以依你的 我不知道 就是風濕 依你很濕 如果有這個瓶 那你就需要 你很需要 你很需要治療這個濕的 不是 我想睡 因為我 我開始出 怎麼了? 你怎麼包庫啊? 不不不 最好 OK Cocktail 是不是有這個歷史的 就是apparity 是不是 你說剛才有些藥 有些藥性 嗯 如果你說那間瓶 有一間瓶班是做這個店 其實本身瓶是一個 其中一款就是 HIS瓶是用你的意味 因為瓶是 primary 即是瓶是 primary 因為我的了解瓶 瓶是在家裡的浴缸裡自己釀製的 即是一個家居自家釀酒的一個方法 我不知道 因為可能那時候 有政府不讓你賣酒 我就不如自己自己釀製 那家裡有什麼地方可以有很大的container 除了一個升盤之外 可能升級不夠喝酒 不如用浴缸來釀 所以釀和浴缸是有一個不可滑血的關係 我是 因為這是其中一個人的故事 是的 我有聽過 都是傳聞 但是是不是那個故事 也不知道 都是成之傳聞 好 我見他就下了 Kampari 下了一些 Vermove Vermove 就是藥藏的酒 可以聞一下 非常苦苦的 因為草藥的效果 就會令到它有苦苦的效果 Vermove是 強化的酒 強化酒 45 wine就是強化的酒 它是紅酒 對 其實它是紅酒底 但是它激烈了 其實它不一定是紅酒 這些不可以自己喝一杯 可以 這款酒叫做 Boulefardier 其實是一個很流行的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Negroni 有 Negroni 有 Negroni 就是酒 剛才的Kampari 以及Vermove 因為大家經常聽Negroni 因為是意大利的 Cockel 因為它的語言是意大利 Negroni Negroni 是不是意大利 好像是 可能 假設你Vermove 又是意大利 Kampari Vermove 好像是French French 其實也是歐洲那邊 比較流行這個 所以怎樣讀這個酒的名字 Boulefar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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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串 不懂串 Boulefar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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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知道怎樣開始 Boulefar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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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串法也對 但要寫Cocktail 你就找到了 OK 從Paris 那要做很簡單 就是 一比一比一的 一個茶匙 Boulefardier 一個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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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可以的 對 我的選擇做二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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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兩吋 兩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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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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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lefardier Cocktail 是是作品 酒 一邊一邊 是製品 二十 一邊一邊 三邊 如今 一邊 二十 二十 但他沒有說 為什麼 這幾天 是同一個大名 有一個美國人喝醉酒去法國改名字 剛才他沒有喝醉酒 喝醉酒是我硬加進去 這個烏拉番茄的法文是否有一個意思 就要大家再看 就是這個 這個報紙 但我不知道 無論如何 不要緊 我們現在 這個酒是只有三個酒混合 是沒有一個 平時的混合 或是平時 如果有些耐煙的食物 我明白 Nigroni也是這樣嗎 Nigroni就是將它轉成Gin Gin的Bourbon 沒錯 如果你想做Tekila-based的也可以 叫做Rosita Rosita Thank you 那就有一個Spanish名 我現在沒有橙 但你可以煮一個橙皮 再加些橙皮 Cheers Vula Barié 下次去的酒吧 叫Vula Barié Vula Barié 有型的Nigr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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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的Span 如果說Vula Barié 你覺得有多少成的酒吧 會聽得懂 Vula Barié 應該大部份的Cocktail Bar 都會明白 因為我 其實第一次聽 我不知道你聽得懂 Comen的 你聽得懂嗎 對 我沒聽第一次聽 Nigroni也會聽 應該100% 下次試試吧 除非你下柏牆 那些就未必 如果是Nigroni 你甚麼意思 真的威脆 你去Torno 我想都給你的 其他就不必 這個真的有苦澀味 還有HERBAL的味道 這些是否吃完飯喝的drink 還是甚麼時候喝的 這一類的Cocktail 通常是飯前 即是等位吃飯 開胃 等位 等位的人叫你去Lounge 喝杯東西 你就可以喝這些 我也觀察過 例如外國餐朋友等位 總會有一個Buffer 你在吃飯前要等位 不如你過來喝杯東西 通常喝東西 其實半個小時 時間就好像沒有很容易過 但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在中式餐廳 想像中式餐廳 我來就說 你不如過去 搗兩個茅台 等位置 會不會有得做 對 Chinese人是沒有甚麼 Chinese的Culture 未至於是沒有 沒有甚麼Hotel 一來就搗你 林總 你好 我們先喝一杯 乾杯 Hotel Coutel 你現在入行十年 有沒有一個 很難忘的經驗 你因為做了Buy Tender 才能接觸到的呢 很難忘的經驗 我去年參加了一個 Cocktail比賽 我幸好贏了香港區 我代表香港去了蘇格蘭 做一個Global的比賽 我覺得挺特別的 對 有多少個Buy Tender 去參賽 參賽 比賽 如果他在香港的回合 他會集中所有的餐廳 然後再篩選 好像三十個 然後再比賽 然後Global的會有五十五個國家一起比賽 那他們會飛去那裡 你留了多久 在那裡留了多久 六天 比賽五天 留了六天 五天 那是否每天有早上到晚上 不停地做飲品 不停地評分 不停地評分 還是怎樣 會否是Tournament 總共會否篩選 是怎樣的過程 通常是Cocktail比賽 沒有說過一個 大部份的Cocktail比賽 都會給你一個題目 可能是這款酒 做一個Summer drink 或者給你一個國家 去Inspire 去做一件事 然後你會去Cocktail 即是On the spot 我的題目就是烏光達 你現在就要用烏光達 做一個Inspiration 做一個東西 我沒算過 即是假設而已 不會立刻的 因為通常是兩三個星期 其實更難 因為大家都有兩三個星期 準備的時候 會想過的事情 大家就會想一些很瘋的事情 去做 有限制嗎 即是我們去到那裡 原來你只能用一二三的程度 我會說 可能你只能用一隻Spirit 或者你有多少分鐘 你要做多少杯東西出來 其實這個模式有點像 可能有六分鐘 我就一邊做一邊解釋 為何我要這樣做 那就是55個人 一起用六分鐘 一起做一杯飲料 不是同時間的 輪流做 每個人都要做 當評審有六個人 或者十至六個 就是唱歌比賽 每個人都要做 那評判不是醉了嗎 他們只是喝一口而已 好像你55杯 喝55杯 好死啊 說笑話 這個真是不錯 我也很喜歡喝這種類型 他55杯 那麼他只能再繼續篩選 可能他第一天就每個人做一次 第二天再做第二个题目 可能综合了分数再细选一个short list 再谈判 但比赛也不一样 也有不同方面 但今次的比赛就是 先分成四个group 15个国家 然后在自己的group比赛 如果你贏了 就代表最后四个finalist 最后有八个 每个group两个 就在那个finalist再做一个题目 没错 那我也进入了八个 很棒 即是头八头八 很厉害 整个阶段是否辛苦 很辛苦 我病得瘋了 即是在比赛的时候病了 对 因为压力很大 首先你飞过去很长时间 然后很大力 尤其是我们亚洲去的 有点输舌的位置 是我们的厌军营 其实没有那么新鲜 因为你要给五天赛 可能你第五天的时候 你的汁已经耐久了 你不知道会不会坏 我亦都将每个sirip分了几袋 希望有一袋不好坏 就可以了 所以压力有点大 还有半夜都会练习 练到天亮 还有练习的 其实他的评分准则是什么呢 譬如有没有sourmanship 或者你的味道 香味 Creativity 通常有什么基础 全部都会 但是今次的比赛 因为很大型的 每一次比赛 我总共六个challenge 每个challenge都有给一个评分机制 我第一个challenge就是做一个sustainability 和community inspired的飲品 推动一个classic的 我选择了做espezzo martini 好的 原因是香港其实没有什么agriculture 也没有什么 多自己的农场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roastery 我们可以用waste的东西 重新做回那杯东西 可能是咖啡渣 或者是roastery 没有用到做咖啡的homelian 我是用了咖啡渣 我用咖啡渣 真的重新做 很有意义 所以每一关都不同 不如很快说一下 二三四五六关 好 好 其中另外一个就是威士忌 第一 他要做两杯飲品 一杯就是要拿一个solid的东西 和气体的东西去展现这杯东西 好 很搞笑 因为平时的飲品是液态 我现在就要找一个 不是液态 固体和气体 在两个东西中间 很科学 对 很难 我想了很久了 因为那个… 可否出品牌名 那杯是Singleton 好 威士忌 是Singleton 威士忌 而且是Singleton 的Dufftown Dufftown 是在香港不能买的 只是欧洲的特殊 我把它做了一个… 因为有些家人在外国 在英国那边 好像想做一个bonfire 那我就用了一个marshmallow freeze dry了的marshmallow 做了一个… 我已经知道你去哪里了 哇 freeze dry是怎样的 效果呢 好像small 噴了少许graham cracker的香味 那就是气体了 不 那就是solid 就是那个雪硬的marshmallow 然后噴了graham cracker 就是solid 我的smoke 做了一个好像smokey 有点woody 还有那种smoke 有没有朱古力的元素呢 有啊 有的 就是在graham cracker加朱古力 graham cracker 我其实是把它distill了一个味道 哇 这个有没有照片呢 有没有拍到照片呢 不知道 可能要找一下 到时就会有了 对 给大家 那挺有趣 看一看 平时你很喜欢吃s'mores s'mores是graham cracker 巧克力和棉花糖 烧溶了 用树子烧住 那个味道 是一个很舒服 而且很有 是 一起聚集的 那个intimacy 对 因为我们这么幸远 我公司 有一个叫roto web的东西 我们可以蒸馏一些东西 蒸馏一些酒 或者蒸馏一些液体的东西 所以我才可以做到 这个好像s'mores的味道 哇 好有趣 我现在想到它是如何 我现在的脑子里面 就是有一个煲 煲 把一些crank cracker 和巧克力进去 你当这里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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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 那是蒸馏的东西 那是不是真的放了一块饼 又不明白 是呀 我把水 饼和巧克力 搅拌至烂 搅拌了一块饼 然后把水分裂出来 是否首先要烤焦它 才扔进去呢 烤焦了 没有 有烤焦 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你有那个很重的味道 因为平时做s'mores的饼 很多时候在香港 就会用那些麦维他 那些有mult味的饼 那可能有时候 你未必真的要用饼 可能就是那个mult味 令你有那个饼的记忆 也可能有时候他们都这样做 就是吃那粒是棉花糖 但你又闻到那个味 就会有那种记忆 那种草莓的感觉 哇 很小的 现在的咖啡店是这么小的 这么鲜 对 对 其实有两个工业 都是很科学化的 第一个就是曲手 第二个是烤饼 烤饼 烤饼 即是烤饼 其实做烤饼 跟一个Camp Lab 是一样的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温度 你的椅子 烤多久 其实是跟做一个科学实验 是一样的 所以有些人说 为什么东西要这么准 为什么要休息 为什么要冷静 为什么要冷静 为什么要过夜 全都是一个科学实验 如果你这么看 那就好像很合理 好 Anyway 那我们继续 第二三四五六关 还有什么 还有 简单说 这个最有趣 还有一个是草莓 那他就要你六分钟 做三个 Flight Flight 即是三杯 三个小杯 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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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表演草莓 那我就用Pine 即是Scotland的树 即是他们的National tree 去做 做inspired 对 因为那个草莓 也是在Scotland 那我比赛又是Scotland 其实很多的研究 很多的Culture understanding 要花很多很多次 其实我 可能大家觉得 Bartender是一个很开心 只是party 但我自己觉得 Bartender也是很nerdy 就是做很多research 是很多书 OK 第四杯 Are you ready? Marcus Marcus瓶着了 Marcus 走了 走了 好 OK 继续 好 我们去到第三十二杯 三十几杯 It feels like it 开始 我很开心了 好 我们第三十二杯 做什么好 Classic 好吗 好 做dequiry 哦 dequiry ok dequiry 如果我们小时候 经常都会听到 Food Mango Dakry Srawberry Frozen 其实 我们今天做classic 咦 我还没试过 classic dequiry classic dequiry 是法国的音 对吗 是一个完全不同 跟你们以前喝的 食物是不同的 不同的 Dakry 跟Marguerita 有什么分別 Dakry 就像海灘喝的酒 以前觉得是 我以前也觉得是 是的 但是 Marguerita 就是Takila 而Dakry 就是Rum 分别是这里 Takila Rum 今天你准备了什么 这个是Rum Takila Takila 这个Rum 我也很喜欢 挺好喝的 我也挺喜欢的 我家剩下的 也是用它 我通常会有一只 除了这只之外 这只原味 它还有一只是菠萝味 是的 那一只也是很适合 Pineapple 我喜欢就是 Ice Chill了之后 就当是Shot喝 它有Pineapple的味道 一点酸酸的 那只Pineapple也很好喝 Dakry Dakry 是否属于一个 在家製作的 Cocktail 不是的 绝对不能製作 因为只有三个 研究一点 其实这些饭 很多人都不会 在家製作的 可以製作 是的 很简单 就是Rum Lime 和糖 Rum Lime 你其实在家製作 有没有觉得最重要的 是Citrus 和糖 其实我有听一个 theory 那叫124的比例 那就是一份酸 一份酸 两份糖 四份酒 就搞定 那个比例 是不是有这样的 general concept 一份酸 两份糖 四份酒 一份酸 一份酸 两份糖 就是酸少过糖 酸少过糖 酸少过糖 我现在自己喜欢的 是会偏酸 就是一甜 两酸 四酒 我不可以这样 也不知道 Depends on 你用man spirit my spirit 有不同的甜度 有不同的味道 那这个其实也很酸 这个酸 这个酸是很酸 我现在加60 一杯 每杯60 没错 即是short半 不是 两个short 不是两个short 因为三米一short but 我们三个 对 这个是180 这个是6 180米 第四个 Rum Plantation 没错 Round 4 再用这个juicer 拿点lime 开始吃东西 好吗 现在的光很漂亮 哈哈 你开始看了一些 别人看的东西 我帮你们拍张照 好 And we get all our sponsors in the picture Ride super wide Round 2 After OK OK 你后面了 差不多 都是两个青檸 对 我现在通常 我自己做 每60的Rum 我就会用20的青檸汁 然后 糖其实是 我会用砂糖自己教的 很简单 砂糖可以给你 即是比起糖水 因为 它的甜度 通常以我的所知 其实它有很多款不同的来源 例如糖水 或者是 agave sirup 即是做takila的原材料 都会提升到sirup 或者可能honey 又有甜味 那你吃的糖的来源 都可以来自很多不同的sauce 是啊 真的不同的糖 有 会不会有些客人 好像去茶餐厅 那样 凍檸茶 小甜 有 小甜加 很多 小甜加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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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八粒橄榄 一口 有八粒橄榄 所以会少一点 你会否讨厌这些人 那一瓶不应该这样喝 我们不会做 不会讨厌 因为我们只能做 要一个Trimatini酒 即是Virgin Trimatini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如果基本上少甜 小酒是会做的 我们不会觉得很麻烦 因为每个人 都要有口味 可以承受到的酒 可能不一样 下多少糖 我通常会用两瓶 不要忘了 可能不想喝 现在是六根糖 六个茶匙 茶匙 是 糖六茶匙 没错 那里面是怎样的 很少 其实只是Rum 和Lime 然后你加入糖 它现在是180ml 让它甜点 Rum 一个Full Shot 60ml的Lime 和六根茶匙 就是这三个 对 很简单 很简单 试一下 试一下 试味 所以他们会叫一个 Virgin Pina Colada 你很小的语言 八岁的语言 八岁的语言 Pina Colada 是很适合小朋友喝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 第一次学会 Cocktail 都是Pina Colada 都是 即是喝 Coconut Pine Apple 然后 应该是Rum 但可能是BB版 就没有Rum 我觉得我小时候 是有学会过Pina Colada 这个语言 嗯 OK Decorate应该未必是中南美洲的 Decorate像是澳洲的 Decorate OK 怎么样 感觉如何 喝了太多东西 原来他说 其实我又想知道 其实有没有很多客户 即客户 会想和酒店喝酒 很多客户想和酒店喝酒 会吗 你们想和酒店喝酒吗 你我就会 其他就未必 我觉得 不太多 真的吗 你也少吗 这件事很奇怪 可能是他们在酒店工作 他们酒店很认真 不能和酒店 都关系的 是吗 就是以前做Night Club的时候 会喝酒再多一点 多于现在 现在没喝太多 那你是否很能喝 我觉得挺能喝 好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挑剔的 之间 之间 之后我们做一个每人一个照片 直到有一个坏在地上位置 哦 没有回应 你来吧 你自己来 我自己来 有什么好玩 起码你也一起玩得到 不是 现在都很开心 喝了 我喝了 我开心 嗯 味道 都可以的 我很肯定 我现在是有被Alcohol影响的 是的 三杯 好 那我们通常的杯 我们会用一些 Stam的杯 即 Marchini Glass 或者 Wine Glass 我也不会用Wine Glass 最好是大口 Marchini会比Wine Glass 对 但是不要紧 我们还是试试 一个酒店 因为我有一个很喜欢去的 Dakery Bar 就是一个 在Soho 然后去到是没有门牌的 嗯 进去全都是法国人 在哪里 全都是法国人 但是在酒吧后面 全都是中国 即是中国 香港人的女士 那些Dakery 是会有茄子 还有会做食物的 即是Mango Srawberry 混合了 有些沙冰的感觉 做给你 嗯 但是里面是很有感觉 很有外套的感觉 很Speak Ease 即是我第一代是Speak Ease 好 我记得之前有去过Honey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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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waii Jibar 是那些Tiki 他们就有Dakery Margarita 我一定有 西瓜 Pina Colada 那一类 即是甜 即是Carribean那些 这一类和这一类叫什么 Strainer Strainer Strainer就是三个人 其实这个也算是Strainer 即是不同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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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西或者烧肌 那些 这个叫Fine Strainer 即是再Fine 即会加多些渣 但刚才有什么 青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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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家里就是欠这一类 欠一个Strainer 是的 其实我今天带来的 就是一个basic 好像有完整就可以做到 所有你想做的Counter 即是即使没有Strainer 其实你也做到的 可能就会多些 没有Strainer可以做到 也可能会多些 Pub 也会有果肉 有果汁的 就是你买橙汁 你也有选择 是的 就是有很多Pub 对 中间的Pub 对 对 乾杯 谢谢 Dacquiry 是的 是有Dacquiry的味 即是酸味 我喜欢的Dacquiry 就是酸多个甜的 不是 而且我们没有加水果 不会那么酷 对 这个好 这个很新鲜 但是 是 是更激烈的 就是Sake 和第一个high ball 是新鲜 是新鲜 但是这个是新鲜 同时又有 即是很强 是的 这个很强 你觉得很强 你以为没有东西 你以为没有东西 因为没有东西 你加糖 就不想加糖 其实那个糖 就是令你容易喝的 我也是的 可以平衡一下 对 但是 譬如你现在有甜 有酸 可能有点苦 那辣和咸 这两个 是否比较少用 我 比较少用 但是有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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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本身酸甜 和苦 已经可以造成了生骨 是的 你不需要 一定要加辣 咸 但是如果你想酸甜 其实加进去 是没问题的 是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咸 都会用一些 酸甜的材料 譬如 我最常用的 就是可能 一个老式的 即是威士忌 或者细菇 和细菇 和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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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较多人用的 和容易认得的东西 或者我公司 自己也有用 木鱼去做一个咸 木鱼 就是那个木鱼 是什么味道 在日本餐上 就是 木鱼切到很碎片 通常是用来烤湯 或者是放在大阪超 上面 是这样的 是的 我又很记得 有个Shot 我喝过 就叫做Q Bill Q Bill 在哪里喝 在Fola对面 上楼 通常可以去 你都不会记得 在他附近 他就会摘 像他那样 像他那样 摘一个芥末 在手掌上 你便摘一摘 摘一个芥末 摘一个Shot 来一起喝 所以Q Bill 是一套 美国电影 但有日本影响 所以他就是做 这个 有芥末 是的 其实挺有趣的 有画面 我小时候 我有个朋友 他有一个派对 trick 每次出去 跟朋友喝酒 尤其是如果 看到一些新的朋友 他经常有一件事 他经常要展示 尤其是女孩 是的 那他呢 他怎样玩呢 他就把那个Shot glass 蓋住眼 蓋住整个眼 不让眼睛 即是睁大眼 这样 他就整个Shot 这样倒入眼里面 蛤 这样喝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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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这样 那个酒精 是直接 入到 人的 血 他的眼 他直接入到眼 他想喝 是的 然后喝 然后他净醉 等一下 等下 等下 Rewind 即这个Shot杯是满的 满的 然后他不放在嘴上 放在眼上 当然会有些东西 滴出来 其实你有没有 不要说这么多 不如你来吧 你试吧 神经病 我觉得没有可能发生 是眼喝酒 因为眼、鼻、鼻 是痛的 是另外一个系统 进入身体的系统 我们喝酒 要经过腰 然后你的腰会消化 而拿酒精 然后你会少少限 但是眼和耳朵 是直接进入 等于你打一支针 整支针是酒 这样进入 气血循环 这样说 假设你未进入 呼吸道理系统 你进入眼 虽然是痛 但我不知道 那支酒怎样 涉入你的眼 其实我觉得 你有被人骗的嫌疑 除非你现在名称他的名字 他直接示范一次 他叫Will 等我查一下 麻烦 如果你还跟林德信有联络 麻烦你表演一次 如何用眼 你搜索一下眼 你可以吸收到东西 是的 我们再考究一下 另外一个science 再考究一下 我就有很大的疑问 因为就算你说 我躲在耳朵上 你试一下 跟游泳一样 都会晾出来 你试过你的耳膜 你查一下 你搜索一下 你入鼻 我觉得可能会入到口 因为你入鼻 其实是耳鼻口痛 你会入到胃 你会入到胃 千万不要入肺 如果你走入肺 你就死了 是吗 是的 OK 所以故事教训 大家小心点 家庭那种 未经过专业训练 千万不要试用眼的 我们在这里澄清一下 这些不是我们贊助的 或者鼓励你喝酒的方法 我鼓励你用口音 drink responsibly 用口音我觉得是OK的 drink responsibly 是的 那我们来讲一下 你上班以外 你下班的生活是怎样 想想 例如你下班 你6点上班 你下班 下班2点 通常 正常我下班9至5 我下班都觉得很累 我想出去喝东西 你们也会有下班 想出去喝东西 那种感觉 2点之后 你们会去哪里 2点之后 我们其实也有几间班 会去 即是业内人士都会很喜欢去的 是的 因为他们 因为我们的咖啡酒吧 自己的社会很友善 但我们下班的时间 其实也差不多 大家都在1点 2-3点 1点 清洁 走的时候差不多2点 不是太多地方还是可以的 所以还有几个地方 我们经常都会去的 是的 哪里呢 可不可以说的 哪里呢 九毛 九毛 是哪里 九毛 以前呢 九毛就比较地 另外那些 就是Approies Only 以前的Approies Only 现在还有的 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Approies Only的题目 就是New York 就是业内人士 而放空之后 再来我们那里喝东西 其实他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就是那个idea 就是 employer中 是的 我明白 哦 但是现在 就是刚刚做半年前 就没有了 那现在如果会去喝东西 也不一定 看看哪家收得更晚一点 那我们就 撞下去了 好的 那如果3点回到家 你整个生活是 吊转的 是不是 已经习惯了呢 会不会 那如果你有朋友 或者家人 男朋友 怎样生存 怎样去生活呢 其实3点 都不会太晚 因为我 之前做过 night club 那些 那些 例如你做哪家 night club drop drop 还是after party night club 7点 例如Di 人来到3点 开始小人 fola玩到5点 喂 drop是7点 没去到Buddha Lounge 当然 我又没做Buddha Lounge Buddha Lounge Oh my god 好危险 我以为是请一堆Zombie 是人生不需要睡觉的人 以后都不敢去 Buddha Lounge 还在这儿 那么多聊 Buddha Lounge在这儿 job都还想到 job都做很多人 但我记得以前job 是最hot的club 应该年代 我记得以前我high school的时候 暑假回来 你high school 你high school18岁了 暑假回来 是 是 你为什么开high school18岁 但high school是什么时候 high school18岁 多少年前 他读书比较慢 中三读了8年 所以他high school 都二十多岁 你以为Buddha Lounge 那些人很喜欢音乐 我都很喜欢音乐 但其实很健康的人 尤其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时间 我们更加conscious在我们 就是要 因为其实如果 只是喝酒 回到晚上 其实你做不了多少年 这一份工的 对不对 你要做十几年 二十几年 那你自己都要找一个办法去 可以跟这件事 是 所以我自己都做很多运动 你见过最醉的人是怎么behave 最醉的人 因为我经常都有句 他本身也不是口头善明 现在是 我觉得有点口头善明 因为有些人说 哎哟 那次很醉 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我通常会回答他 I've seen worse 不如你说 I've seen worse 他比如说 不好意思 我昨天很醉 吐 或者 睡了到三十分钟 没起床 很 embarrassing 其实你都没见过最差 我试过三人出去喝酒 我们在一个街的楼梯口 一个在角落头喉 一个在楼梯上睡着了 而我是唯一一个 叫做上传可以清醒的人 我就去了对面街 有个semi-leven 买了两瓶水 原来这些水 回来 这些水被在角落喉的人喝 让好些水 我吃不吃 这些人 当然吃完了 OKOK 我知道谁了 剩下一瓶水 就是用来淋 躺在楼梯口上的人 那个故事就是 他就躺在那裡 我就淋它 他就这样 黏着眼睛 醒醒 我终于没事 他已经解决了 过了三秒之后 躺下去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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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 起床 是吗 接下来 三个人 我由中环出发 搭的士 去香港仔 找到第一个人 是 再由香港仔 搭的士去张军奥 找到第一个人 张军奥 对了 最好笑的是 我做中环 我搭的士回中环 人生搭五百多元的士 都是第一次 You're a good friend 自此之后 Shotgun 永远不会送 不会和这两个人一起喝酒 可以 但我Shotgun 不会送你回家 你在街上睡 谁 就是 就是 我可以一说 你总是 但那一晚 为什么会喝到这么醉 那一晚 我和你去了 Cock and Fland 我认识 我们完全没有喝酒 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之下 你驾车走 回到中环 我们去了backstage 继续唱歌 感受气氛 之后 人们还想继续出街的时候 我们去了全中环所有地方 全城 是的 结果就是这样 神經病 已经玩了整天 在Clock and Fland 这两个很贪心 那你呢? 你呢? 有没有一个很搞笑的喝醉的故事? 喝醉? 很搞笑的喝醉的故事? 不如你自己呢 你自己有没有 我自己 你喝醉了会怎样 我喝醉了会怎样 我喝醉了会很友善 很友善 很友善 我平时不是很喜欢 我平时不是很喜欢说话 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很苦的人 但我一喝醉了会很喜欢说话 而且很喜欢认识新朋友 但又不会吐 又不会躺在那里 我记得 不是很久以前的 其实我以前 听到你喝醉了会更好玩 我喝醉了会更好玩 我常常喝醉了 那样喝醉了 我们是 我们不执行超级飲 刚刚好 刚刚你开始朋友就够了 是的 我记得我有一个 香港 在香港工作的练习 他有一个 不是香港人 是外国人 我也觉得他很困难 他也觉得我很困难 刚刚我们有一次有一个活动 我们看到面了 一群一起出去喝酒 我突然喝了很多 那晚已经喝了很多 去了很多个场 然后 然后 有人跟我说 我一直跟他说 喂你住在哪里 然后人家说 做什么事 我住在哪里 我想做一个谈谈 你做朋友 哦 你怎么可以住 还要你的开门 可以做朋友 是的 我们可以做朋友 不要紧 你住在哪里 你住在哪里 别人以为你想 别人说你五次 我住在哪里 你住在哪里 不是 我问一次 没有拍桌 我纯粹是很nice 喂你住在哪里 找些东西说一下 这样 而你是真的想和他做朋友 在那个mind state里面 我煮了喝酒 就是很想和他做朋友 我自己都自己 我突然之间 有一次 我去 很多年前 很醉很醉很醉 回到家 我开始很紧张 因为我班机回香港 是next day 在凌晨6点 7点钟 我开始 那时已经9点了 究竟怎样rebook 怎样catch my game 是mind blow how do I travel back in time 我们回到家 我已经失控了 我进了厨房 看到什么就煮什么 有张照片 我一眼看着这边 一只眼看着那边 有个电单车 头盔在地上 有很多只蛋 到处 在整个厨房里 因为我在想煎蛋 但不知为什么 我每次 那个蛋是 他以为 其实他是这样 我要开车 我决定这样 扔在上面 然后蛋下来 在锅里 进不到锅里 那张照片 有很多蛋 周围 好像是 这张照片 要公布 要找回 可能是我哥哥的Facebook 你找回 好像战场的蛋 就啪啪啪啪啪 好了 煮完那餐 不知道什么 我也不记得 但我还是逼所有人吃 全部是蛋壳 是蛋壳 然后我就说 突然之间 人们开始睡觉 我说 我要去机场 已经是凌晨三四点 我哥哥都已经在睡 不要去 你睡一会才去 然后我开始 别人跟我说No 我就开始很坚持 我说 No I have to go 我收拾了些东西 走 最经典的就是 我去了越南 我只学了一句越南话 就是 就是Fer了 Fer 已经懂了 Fer已经懂了 那句就是 那句就是 那是我们家里的地址 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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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我去机场 首先没有车 下去 有一个背囊 没有什么 一个背囊 周围走 就是WAR模式 找的士 终于找到一架 我进去 Airport 然后他就 好了去吧 到了Airport 到了Airport 是 是没有开的 是什么 太早了 是的 太早了 Anyway 所以 主题是 我很记得 我去了这个旅程 学了这句 越南话 因为 我就是那一刻 看到机场 关闭了 然后的士司机 就在我的镜头 在镜头看着我 我说 What do you want to do 我就 已经清醒 默默默 他说 不要 你回家吗 是的 不是吧 当然要下车等他开门 没有 然后 很殊 故事就是 在最后 究竟 你有没有继续 有继续 有继续 我回到去 真的睡一小时 然后再去机场 这个挺愚蠢的 是的 这是我喝醉的故事 好 完成 Cut 大家好 我是Shirley 欢迎收看 BloopBloopBloop 记得订阅Fish Tank 谢谢 订阅 订阅 有没有了 其实这个是Shot 这个很好吃 其实四个也很足够 OK 多谢Shirley 你今集来 上我们的节目 帮我们混合了 四杯非常出色的咖啡 我们重温一次 第一杯是Hiboru Hiboru 第二杯是无名字 就是青瓜sake的refreshing咖啡 The best 第三杯 咦 第三杯 Boulevardier 我忘了 Boulevardier Boulevardier 是的 而第四杯 就是刚才那个 一对一对一的 什么叫什么 Decarie Decarie 一份梅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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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不是 高级 高级的sake 因为我们就是用大湖sake The best handcrafted no preservative 手造日本sake 是一个香港製造的session IPA 和CBD 所以是平衡这件很疲借的事 就是我们是砌酒 但是我们是喝美酒 还有CBD 所以是非常放鬆的 好 那你示范开 那没什么的 咯 这个很可爱 这个是什么 原来这个是可以 成长开啤酒 我们先砌啤酒 这个很可爱 Marcus 嗯 是哪里发明的 是 我猜是我们发明的 哦 我猜 他猜 他猜 其实真的追索不到 因为韩国人不喝酥猪 那我们有日本人在我们喝酒 所以我会 你们是不是扔下去 这个我倒进去 这个我倒进去 然后这个我倒进去 不不不不 我们猜输的就不用帮了 哦 即是有两杯是帮了 对了 等一下 我帮了它 这个是帮了的 这个也是帮了的 OK 好 猜输了就不用帮了 贏了就不用帮了 你的反应 我很想赢 OK 包 剪 剪 抖 包 剪 啊 好了 好 我们也要吃 谢谢你 谢谢你 記得 订阅FISH TANK 和看多点 汪汪汪汪汪汪 好 游多汪汪 真的 很快 都放光了 好耶 出來了,不會 哈哈哈